多数老年人会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身上 虽然子女对于父母的赡养是一项强制性的义务 但是子女不养,子女不孝的情况并不显见 在这里,我们先不论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到底出于谁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一旦步入晚年之后 对于生活上的保障和照护需求的满足,确实非常重要 之前也和大家经常说,养老靠自己,要多存点钱 但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老人 手里拿着80万人民币,晚年却活得很窝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看完之后恍然大悟 1.老人勤俭的思想被孩子们铭记 老刘是一个生活很节俭的人 之前家境不好的时候,一分钱恨不得都搬成两半花 有钱都存起来 退休之前,跟老伴在原单位都属于工作不错的人 退休工资也不少 临到退休,省吃减用攒下七八十万块 那一辈过来的人,到了退休的时候 家里能有几个几大十万的积蓄,还是挺不多见的 老刘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儿女们都有了下一代 按理说,三代同堂,家丁兴旺,应该是挺幸福的家庭 在孩子们眼里,父亲是个挺抠门的人 小时候,看到其他小伙伴有好吃的,好玩的 孩子们都要想买 老刘他们一般都很少答应 所以,孩子们从小就认为 父母对待自己着实不怎么样 别人家也不是多有钱 为什么都舍得给孩子花钱 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孩子们成长 等到老刘两口子退休 孩子们过来看望的时候,也很少花钱买东西 老刘对孩子们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要求 他是一辈子按部就班过来的,光荣退休 经常教育孩子们的话就是 咱家不图什么,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就是最好的生活 要说老刘对孩子们抠门,其实也不全对 俩孩子结婚的时候,也是大操大半,风风光光 这也特别符合老刘的思想 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至少他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二,给孩子们布置任务 孩子们都不太乐意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老人的依赖感也就越来越强 毕竟精力体力都差了不少 有时候实在不想跑腾了 老刘就会给孩子们布置点活 烧个菜,买袋米,去交个水电费等等 一开始也没想到给孩子们钱的事情 这能花多少钱,又不是乱花,那是必须的 但是慢慢的老刘发现 孩子每次接到任务的时候 都能明显感觉出来不太乐意 有时候,老刘就跟老伴说起这件事情 觉得挺纳闷的 老伴,你说让他们帮忙给烧带米过来 怎么感觉还推三组四的 使唤使唤他们不是应该的 再说了,早先的时候 这不都是咱们干的吗 不也是为了养活他们吗 其实这件事 跟老伴两人商量 也商量不出个什么结果 类似的感觉越来越重 后来抓住了儿子仔细问了问 儿子随便回答了句 爸,我们也要忙工作 我们要不是拼命工作 从哪儿挣钱去 老刘这回听明白了 没再继续往下追问 儿子女儿继承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工作按部就班 事业上没多大追求 也没有能力干多大事业 钱这东西嫌少不嫌多 孩子们没那本事挣大钱 花钱特别谨慎 谁让老人从小就这么教育呢 三,窝囊的原因 儿子走了之后 老刘拉着老伴说起话来 我弄明白了 都是钱闹的 刚才老二跟我说了句实话 但是我想不通的是 养他们这么大 小时候吃穿住用 哪样不是咱们挣钱给他们的 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钱的事跟咱们计较起来 你说 买个柴米油盐能值几个钱 一个月也用不上他们几回 还计较这件事 老伴的性子比较温和 听完老刘的话 才明白孩子们原来有这种心思 打心眼里 老伴也不是很认同 但是不想煽风点火 说道 有些事他们不能体会 他们小时候并不能理解挣钱有多辛苦 这还不好办 非要用到他们 花多少钱给他们不就行了 老刘的脾气上来了 没那事 给他们花过的钱都白花了 这时候开始计较起这件事来了 白养他们了 别给我来这套 想想这件事就觉得窝囊 话归话 气归气 总之 是要想办法解决的 最终的解决 一次 老刘把两个孩子都叫了过来 专门就这事情 打算跟孩子们好好谈谈 今天特意把你们叫过来 是想跟你们说说钱的事 最近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琢磨两件事 从你们小的时候 我就对钱看得挺紧 到底对还是不对 有时候让你们给我花点钱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有段时间了吧 通过你们的态度 我觉得 还是有些疙瘩在咱们之间 这对于咱们家不好 我也不说那么多 直接把我和你妈的想法 跟你们说一下 就算再接见 咱们俩人攒下来的这点财产 最终都会留给你们俩孩子 你们对我们都不错 我们也老了 不留给你们留给谁 前段时间 我和你妈把家里的账理了理 将来给你们兄妹俩都平分了 家里这点财产 包括这套房子 我们花不完 从分配上 你们俩没分别 但是我有几个要求 为什么有时候会让你们 帮忙带点东西过来 我们上了岁数以后 确实有些不方便了 这个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我们从来不想说什么 因为你们是子女 就必须这样做 是因为有些稍重的活 我和你妈干着吃力 现在 我并不想把账算得这么明白 一家人 吃顿饭你得花多少钱 买袋米平摊一下 有什么意思 家里人是在做买卖吗 我也从来没算过 你们俩给我们花了多少钱的问题 这么计较太累 这些全有你们自愿 我不强制 也不反对 你们自己看着办 也希望你们相信你爸妈 我们的结件 不是抠门 是为了家里 说完老刘拿出了两张纸 对孩子们说道 我和你妈各自写了份遗嘱 刚才的话 我们都写进去了 指着其中最重要的两条 给孩子们看 去世之后 房子 存款 两个孩子各自继承一半 如果谁不赡养老人 应继承的那部分 改由赡养的人全部继承 最后总结 老刘家的这个事情 主要体现了两个点 一 对于财产认知的心理 孩子们给老人买东西 老人不给钱 引起孩子们不甘心情愿的事情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背后反映的 普世性的心理问题 财产 在一个家庭中挺重要 而且 钱的多少 分配方式 对家庭关系影响挺大 不要怕谈钱俗 这是不可避免的人性问题 具体到 老人这个群体中 家里的财产 怎么用非常重要 我相信 老刘不会是那种 为了几十几百块钱 他儿女便宜的想法 但是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也意识到了 钱财这个杠杆的重要作用 只需要记住一点 没有什么天然自然的事情 很多事情的存在 必然有他的道理 儿女们是不是很在意 白给老人花的这些钱 估计在那个年代 应该都不算是伤筋动骨的大事 只是从小对于老人的节俭 有了错误的认知 造成了这种结果 所以 开诚公布的谈清楚 反而是好事 如果老刘啥也不说 要求儿女们必须怎么做 估计相互之间的间隙 会越来越大 二 老人关于自己财产的运用 网大里说 这是对晚年生活的规划 用经济手段 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 老刘在处理这个事情上 有几个点 个人认为 处理的比较到位 先拿在自己手里 这一点是前提 很重要 失去了 就没有任何发挥作用的空间 公平分配 对待两个儿女 不偏不倚 平均分配 对于老刘这样的家庭情况来讲 平均分给两个孩子 是公平的 俩孩子对老人没什么差别 如果老刘偏一头 估计结果会更不好 有条件的分配 老刘学会了 适用自己的财产 在他和老伴的遗嘱中 第一个核心的意思是 平均分配 有些朋友问了 不写遗嘱 不也是平均分配吗 关键是要与第二个意思联合起来 不孝顺的人 对应份额归孝顺一方 这两个意思联合起来 就不是法定继承能解决的了 这种条件分配方式 最大限度 发挥了老人财产的作用 值得借鉴